最近大家都在聊台积电整个打包 十架包机飞去美国 中美之间就重启沟通了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时间点有点太巧合了 这个很有趣 这个对于美国来说 它只要确保台积电 尤其是它军用的 还有它高科技的这些晶片 能够在美国落地生产 这个时候台湾的台积电就不再重要了 甚至必要的时候 美国可以毁掉台湾的台积电 避免它落入解放军的手中 所以我觉得它这段时间的所有的做法 都是缓兵之计 美国的军工企业使用台积电的晶片 但是中国大陆的军工企业 没有使用台积电的晶片 所以中国大陆的军队很安全 而美国的军队很脆弱 如果中美冲突两岸冲突的时候 是解放军想方设法 保卫台积电的安全 而美国会想方设法毁掉台积电 所以你看看这划不划击 可不可笑 人类间最荒谬的事都在台湾上演 而上演就是因为那一个打 把台积电送过去 什么护台神山 台湾不再重要 我今天去看了一下荷兰的政府 人家政府又再一次的跑出来说 我们不会跟着美国制裁中国半导体的行为 跟着去做 赵丹拳说我们并不会 但是台湾这边好像作为护台神山 这个政府却没有把台湾保护好 逼得张忠谋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是不是特别的悲凉呢 张忠谋是台湾人还是美国人 我还不确定 我觉得这一点要先他自己来厘清楚 但是我知道他之前有说台积电 如果到美国设厂是不符成本的 是不划算的 也不应该的 那我们也注意到巴菲特 好像买了不少台积电的股票 如果说今天台积电是到美国设厂 是会赔钱的 这样的台积电的股力应该就会减少 巴菲特就不应该会投资台积电 但是假设台积电在美国设厂 从一座四座到六座 甚至未来更多 台湾如果没有的话 那韩国又不能取代 台积电的先进的晶片 就变成期货可居了 所以它的成本即使再怎么高 它的价格可以提高 那获利就不得了 所以如果两岸在这五年内爆发冲突 而美国按照我之前的预测 美国果然就把台湾的台积电 毁掉了 在美国的台积电 它就期货可居了 晶片的价格翻两倍三倍 在市场上卖的可能性就很高啊 因为你无可取代性啊 那这样的话 股票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啊 可是那不是台湾的台积电啊 而是美国的台积电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的是 未来的台积电会不会财务分离呢 美国归美国 台湾归台湾呢 哦 那就台湾的台积电 就岌岌可危了哦 我想到这里我就会害怕 会恐惧 我还没有这样想过耶 这细思极恐耶 因为散户都在跑 因为散户没钱了 但是很多大的 像是刚刚讲到的巴菲特 还有桥水基金的创办人 都在增持台积电 都在增持台积电